全国两会期间,广东的一个人大代表趁着会议的空隙到北京菜市场做了一个调查,看看10块钱能买些什么东西,结果得出的结论是,10块钱能买3个番茄,5根黄瓜,也就是说黄瓜也要2块钱一根。 焦江的黄大爷给我们打来电话,说老伴17年前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,现在一个月才能领2块钱的养老金,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 黄大家住焦江区幸福村,1995年,他的老爸和儿子都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,每人一次性缴费标准是200元,个人承担100元,村集体承担100元。 按照当时的缴费计算表,黄大的妻子在60岁以后,每个月可以领取12到14元的养老金。 今天上半年,黄大的老伴已经到了60周岁,按照规定就可以领取当时参保的养老金了。 于是黄大就来到了焦江区社保中心办理相关的手续,可是工作人员的话让他大吃一惊。 黄大说,17年前,工资很低,物价也低,当时个人和村集体缴了200元,到现在一次性领取的话,才300多元,实际上是亏大了。 但如果是按月领取,一个月2元的养老金实在是有些离谱。 每个月的养老金实在是有些离谱的养老金实在是有些离谱。 记者来到,单单是在焦江幸福村,就有很多村民参加了这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。 17年前,缴纳了200元,到现在才300多元,按月才两块钱,老百姓又得到了什么实惠呢? 带着疑问,记者陪着黄大爷来到了焦江区社保中心。 中心副主任曹力宏告诉记者,当时的这种养老保险是由国家民政部门推出,一般叫老农保,实际上是一种农民储蓄积累式的养老保险,财政不负担一分钱。 黄大爷他们看到的领取计算表,就是根据当时的银行利息算出来的。 曹力宏说,一开始全国各地也是力推老农保,但是到了9798年后,就基本上停办了。 目前,焦江有9万多农民参加了这种老农保。 曹力宏说,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这种老农保确实也起不到多大作用。 他们也在研究如何将焦江的老农保跟新农保对接起来,对于那些已经参加其他养老保险的人,也准许他们退保。 600记者报道。 看了相关人员的解释,我们明白了,说是养老保险,其实就是让农民存了一点钱到银行,因为这些年银行都是负利率,所以农民存的钱就越来越不值钱。 难道老百姓连存钱都不会,还需要政府代劳吗? 我们来听一听网友们怎么评价这件事。 吴宁千年曙光讲,交了十几年的养老保险,每月就领到两元钱,真是太叫人费解了。 难怪老人不能接受,在当时社保中心就应该向农民说清楚这样的情况,免得到最后落得这样一个结果。 还有网友林海影视制作,他说,我作为一个参保人,至今也是一知半解,只知道年复一年的缴啊缴啊,不知道要缴的猴年马月。 有的人说要交十五年的钱,那有人说要交到六十岁,到底是怎么回事,我也弄不清楚。 弄得云里雾里,其实无论什么理由,十七年前存进两百元,十七年后,整笔取出来只有三百元。 还要说这是按银行利息算的,无论银行怎么算, 都让人觉得很荒唐,利息是把刀往储户身上割肉,往银行身上贴肉,银行赚得博满盘满,把储户坑得眼泪都没了。 十七年前加入这养老保险,存入二百元,十七年后享受养老保险,居然是每个月两元钱能买一根黄瓜,这简直是国际笑话,就算银行不是东西,坑爹坑到家了。 那你管理养老金的部门应该测算一下呀,到时候能让投保农民享受什么样的养老待遇,算出来如果是这样的结果,那当初就不该让农民投这个保,政府做这样的事情是会让农民伤心,甚至会绝望的。 也许在农民看来,这就好像是政府跟银行在联手坑他们,农民真是可怜,一坑十七年,但愿新的政策不要再坑农民了。 前两年推出的新农保浙江年满六十岁的农民,每月最少能领到六十元的养老金,虽然说金额还是太少,但也是好的开始。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闹剧不会再次发生。